一年一度的TFBOYS解散传闻又来了 作为内娱第一男团 TFBOYS蔡小芝单飞已经多年 但是每一次合体都能引起一场 惊风血雨 粉丝之间也是经常吵架 而如今随着后期发展 三个人的方向也是越来越不同 王源虽然没有放弃影视方面 但是更加注重音乐方面的发展 易烊千玺在电影圈也是越来越好 王俊凯呢 东一影视全面开花 三个人的发展差异也是越来越大 但是TFBOYS依旧是那个无法超越的内娱男团顶流存在 但就在之前有博主爆料TFBOYS即将解散 最早明天最晚十天内官宣 还抽呢他们的合约 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到期了 只有一个人去约 也是火速登上了热搜 要知道每年TFBOYS周年演唱会都会有这样的传闻 之前四月份的时候呢 就有说TFBOYS今年不会有八周年演唱会了 这个消息一出呢 粉丝也是出来辟谣我看好多团粉都在刷高考的东西 这就是团粉粉粉啊 解散不存在的 几接着 时代风景就出来否认了 可以看出他真的是非常的着急 打成了2021月 否认心切呀 要说今年的这次传闻 为什么这么多人戏呢 要知道啊 TFBOYS出道七年 六灯春晚 唯独今年三个人表演了三个节目 就在后台拍了一张合体照而已 之前他们每年演唱会呢都会发行首新的歌 但是今年演唱会要貌似没有发行新歌 可能还是想等一等吧 不过在去年的演唱会上呢 战小智也是向大家约定了明年见嘛 这不就是安心嘛 明年见说明就肯定还会有八周年演唱会的呀 其实之前我在我朋友圈的黄牛就已经看到了 在卖他们八周年演唱会的门票 所以说我刚时看到这个热搜的时候啊 我就觉得还不可能你知道吧 写得清清楚楚的地点都给标出来了 8月14号 不信的姐妹们可以等一下啊 不过买票一定要从正规其道买好吗 去年TFBOYS的线上演唱会还创造了世界纪录 同时代线人数达78.6万人 售票超过100万张 打破了付费演唱会的记录呀 七周年都取得了这么好的成绩 李飞怎么可能会错过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没有八周年自己多亏 他们还和大家有一个十年之约呢 现在才第八年 到什么急呀 对不对 好姐妹们下回